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仇我记恩我也记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能打我 一个是我去世的母亲 还有一个就是嫂子你 嫂子你如果不解气的话 可以再打 但是嫂子我告诉你 只要你今天不把我打死 否则今天我必须让这个人给我跪下 他要真这么做 我就可以饶恕他之前的罪过 我甚至可以为他养老送终 我就是要争这口气 小婷子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母亲当年是病死的 与你大妈有什么关系啊 我母亲是病死的 但她是一遇悲痛而死 罪个祸首 难道不是这个虚伪的你吗 你给我闭嘴 江峰婷 我不准你侮辱大妈 妹妹你让她说 让她把心中的饿水倒干净 不费口舌了 不费口舌了 江夫人 低下你高贵的头吧 贵 还是不贵 江峰婷 哦 现在是叫 古川俊雄是吧 我告诉你 前几天 在你们日本人还没有进城的时候 我就跟家里人说过一些话 日本人从大清朝到现在 欠着我们家三条人命还没还呢 今天 在我的家里 谁要是敢当汉奸 我就先杀了谁 好 那我就看看你 是怎么杀汉奸 杀日本鬼子的 那你就等好了 凤灵 把大奶奶的传家宝拿过来 妈 妹妹 不知道这把枪的来历是吧 这是你太老爷 当年参加甲午海战 打日本鬼子用的 你太老爷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 可是这把枪留下来了 这把枪 当年杀死过 占领我老家东北的日本鬼子 今天我要用它 消灭 占领我们江城的日本鬼子 小鬼子 快滚出我家 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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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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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信啊 老爷 占领 占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老爷 都是不穿 哥 嫂子 老爷 那边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 今天不是我杀 是他自取灭的 罪有应得 我们走 夫人 夫人 大姨 你听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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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你可以安息了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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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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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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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现在再来 宴会都撤了 别到司令 一直在等你的 知道了 我正要去找他呢 谢谢你 对不起舅舅 我没能邀请江万林 和妹妹参加 终日千山晚会 如果我没猜错 当你见到你亲生父亲时 他忏悔的眼泪 俘虏了你的心 在江家的餐桌上 你不再是天皇战士 顾川军兄 而是江家的二儿子 江方清 不是舅舅小的那样 我没有请来江万林 和江妹参加 是因为我在邀请的时候 江家大夫人横家阻斗 并且企图枪杀古川 被古川的警卫 当场击兵 你是说 江家大奶奶死了 是的 郭川 我只知道 你一直想为你的母亲报仇 但没想到 你居然 没让她活过大年夜 舅舅 其实我没有想在境前杀她 她的死 算自取灭亡吧 自取灭亡 说得好 说得好 这样 你在天国的母亲 也可以感到欣慰了 古川 走 为我的妹妹 为你天国的母亲 去干上一杯 是 嗯 你 你 你 大哥 你江城大汗间的帽子 还想戴下去 我不想戴又能怎么着啊 跟你说实话吧 我现在心啊 真是有点凉透了 你觉得古川爷道 还心愿你呢 在我跟爷道说 我要给母亲上香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 到底恨不恨他们 那你怎么说的 我跟他说 我只能说 我恨我自己 你这么说 就算他们不信任你 也认为你屈服 妹妹 我这么做 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家 只要一家能平安 我怎么样都可以 妹妹 爷道让我劝你 去他那工作 哥 那个爷道 对我没安好心 既然这样 我看你还是 回家照顾爸去吧 那爷道那边怎么办 你放心吧 我有办法对付他 哥 赵家现在过得怎么样 赵家 虽说房子没了 也没有富足的生活 但是 都算是平安 那景州的那个媳妇如花 她怎么样 如花 她真是个善良的好姑娘 赵家人都非常喜欢她 是吗 她还真挺好的 妹妹 我劝你啊 别再跟景州来往了 即便就是她回来 你们两个人 也不可能在一起 这几位小子去的时间也太长了 不会让鬼子给抓了吧 应该不会 从三老窑进山这段路看 没有鬼子烧杀抢夺的痕迹 鬼子多半没进山 你也想着 就是一时糊涂 一时聪明 从三瓦窑过来 这一路全是野山 连一户人家都没有 鬼子烧谁杀谁 这前面是中和镇 要是没有鬼子 那一定说明鬼子没有进来 早期分析的有道理 走 师座 咱们兵发中和镇吧 那连鬼子眼都没有 二少爷 鬼子还真跟我们留了一块 有吃有喝的好地方啊 玉百灵 你们进到镇子里面 有没有鬼子的踪迹 那的人连鬼子 什么鸟样都没见过 但是那里家家关门庇护 见到我们跟建土匪一样 没问问什么情况 当然问了 我跟你说 要不是我冒着犯纪律的危险 抓两个人来问 就靠他呀 你根本就 抓哪人问了 他说的话你能信吗 怎么不能信啊 行了玉百灵 赶紧说 镇里到底是什么情况 鬼子眼是没有 但是被共产党游击队 祸害十来天了 玉百灵你给我闭嘴 共产党游击队 能干这种事吗 干这种事的 一定是土匪 不是 师座 老乡说 祸害他们的那帮人 自己说是共产党 他们自己说是共产党 他就更有假了 小牛 大草门寒起来 中和阵的乡亲们 你们不用怕 我们是真正的抗日联军游击队 不是浅阶阶冒充共产党队伍 祸害你们的那帮苦悔 中和阵的乡亲们 你们不用怕 我们是真正的抗日联军游击队 不是浅阶阶冒充共产党队伍 祸害你们的那帮苦悔 老乡们 我们是之前住在三马羊的 共产党八字队 老乡们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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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一句 你们真是从三马羊来的八字队 对 我们就是原来的八字队 现在是抗日联军 我去过三马羊 我见过八字队的周队长 周队长 老乡 周队长 又见面了 周队长 真是你啊 是啊 我信了 你们才是真正三马羊的八字队 你们一来啊 乡亲们可要救了 是啊 这里的乡亲们 受苦了 听你们这么一说啊 那才讲百分之百就是土匪 我们正规军 还有共产党游击队 绝对不会干这种事 是啊 这两天我就一直纳闷 共产党游击队 我见过呀 他们对地主恶霸 那是不客气 可跟我们穷人好啊 前两天 那帮的人 一看那奏性 就知道是打着抗日的棋子来的 欠东西就拿 不给 那真奏啊 还扣人呢 这帮土匪 实在太可恶了 我家二弟 只不过做点小生意 已经给了五十大羊 一女头 嘿 又被叫到黄龙寺 这又要钱呢 哎呦 家里人哪 都急疯了 这帮土匪 有多少人 差不多有百十来伙人 拿的家伙呀 跟你们差不多 这帮败类 必须立即除掉 你们要是 能够除掉这帮土匪 那真是我们 中和镇的 活菩萨呀 可这帮土匪在黄龙寺 黄龙寺呢 在我龙山 最易守难攻的地方 要消灭他们 强攻肯定是不行 那是 那进山的天沟地缝 两边摆是来帐高的悬崖不说 那路窄的 跟鞋带似的 那地方 有那么易守难攻吗 嗯 那土匪在里边把枪一摆 多少人都不好打进去 黄龙寺我去过 如果那儿的地理位置 没有那么想要的话 我也不会建议 把抗日根据地 以后建在那里 弟兄们 大老远过来帮我们 吃饱了喝好了吗 辛苦了 喝水了喝水了 来来来 喝水了 喝水吧 辛苦了 来来来 喝水 我觉得 我们应该 立刻彻底 消灭眼前这股 祸害老百姓的敌人 这不但是我们 抗日联军的责任和义务 它更大的意义在于 我们可以通过 这次灭匪行动 和当地的老百姓 建立起 与水相亲的友好关系 只要当地的百姓 接纳信任 拥戴我们了 我们就可以 在敌战局站稳脚 才能以中和阵位据点 在乌龙山一带 开辟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所以啊 这场仗 不管多么难打 不管付出多么重的代价 我们也要打 这个决定真是太好了 老周啊 我现在才明白 这么些年 我们国军 为什么没有剿灭掉 你们共产党 游击队的真正原因了 你们可真是太精明了 你们比我们会抢民心呢 你说对了 我知道你想想考虑一场赵 怎么打 你想好了吗 这一仗要想打赢 必须得突破天沟 要突破天沟 靠硬打是不行的 只有一个办法 你这个老刘邦 你咋在偷听啊 雪什么雪 快走 走走 这个主意好啊 我看除了我女婿 这个好主意之外 要想攻进天沟 还真没什么好主意了 嗯 的确如此 景中啊 这个主意 是你提出来的 那么 这场特殊的攻坚战 就由你来负责指挥 怎么样 好 周队长 来 走 站住 哦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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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这可是抗日游击区 再往前一步 打死你们 呃 靠上的英雄 我们是前老爷家的人 特意带着钱和粮食来 换我们家前老爷的 你是前老板家的人啊 我怎么不认识你 呃 长官 我我我我 我是前老板他哥呀 呃 你能看清楚了吧 看 你就是个穷教书的 你哪来钱就地兄弟 嘿 你算是说对了 我是没钱的 可我有个职 在江州做生意 今儿带来一百块大洋 还有两百来斤大米 这些物资啊 都是数二地来的 哎 您那高台贵手 哎 哎 把把把他放了吧 我谢谢您了啊 我说道士子 哎 说句江城话我听听 再把带来的大洋 拿出来我看一眼 老总 你好 你好 哎 听到了吗 这都是大洋啊 还有这些都是我们带来的粮食 都是输二输的 要不 能下来看看好吧 这样吧 把钱和大米 放在沟口 你们下山去吧 晚上 我就放了你们家二叔 哎 哎 老总啊 那怎么可以啊 你说做生意也得 我们先看了货以后 再付你钱对吧 要不 你别一下来 这样好不 我们把这个钱和粮食 给你送上去 让我们看一眼我二叔 看到人 我们就走行不行啊 对对对 好吧 上 进去了 赵队长他们都进去了 老赵 这笔买卖算是正着了 好啊 把钱袋子打开 让老子 验人真假 是是是 我这腿呀 要不你自个儿点点吧 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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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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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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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丁别乱喊了动 我先帮下 好好好 帮下 帮下 大侄子 大哥 我们人灾 你要我们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把枪放下 我 我怕走火 我说你小子当土匪 还怕死啊 我们不是土匪 我们是游击队 闭嘴 狗人的土匪 还敢冒充共产党游击队 想不想想老子马上闭了你 老实说吧 你们是哪的土匪 当家的是谁 大哥 我说真话 你保证不杀我吗 你要不说真话 我立马杀了你 行 我说 我们是天马山王天龙的部队 上个月日光鬼子来到天马山 大哥一看守天马山的国军 全被日本人打散了 就让我们先走一步 跑到这里 你叫什么 三眼 三眼 好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都得听我的 老老实实的配合我们拿下黄龙寸 生起你们大当家的 听见没有 大哥 听你们这说话 你们是真的抗日游击队 你说对啊 我们就是真正的抗日游击队 你们再敢冒充 现在就蒸发你们 大哥 就凭你们几个 就算把我们几个也加上 去上我们大当家的 也不是个儿 他们那里一百都敢抢 还有十几个 打过日本人的郭军 我说你个三眼王八蛋 转头看看 郭军158是师长 亲自率队 来消灭你们这帮土匪来了 拿下了 你们这些药材不要命的土老财 真不舍他呀 都给老子听着 老子明天就要带着队伍上前线打鬼子去 没时间在这里跟你们好 大哥 大哥 干啥 老子是游击大队长 大队长 有人舍命给咱送钱来了 谁 谁想命来拜见我 前老板江城的侄子 给咱送来一百块大洋订金的 说只要大队长您放人 另外还有重谢呢 前老板 你个龟孙子 你不是说你家里没钱了吧 怎么又冒出过有钱的侄子来 报告大队家了 大队家的 谁在大家 大队家不好了 狗日的三爷烦水了 带着官公联军把他包围了 搞别的 给老子杀出去 走 快走 走 可以 三爷 放火 好 土匪兄弟们 我们是抗日联军 我们战官说了 想你们举手投降 放人放下武器 我们就不杀你们 而且 还欢迎你们参加真正的抗日联军 兄弟们 我是三爷 别打了 投降吧 可以跟兄弟说的对 我们一起参加抗日联军 一起杀鬼子 就算死 也光宗耀卒 不必当土匪墙啊 不明白 你什么 冲 冲 那走 那堂 嗯 叫 客人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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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真正的共产党抗日联军 救了我们就不用抗日捐款了吧 当然 那真的谢谢共产党 谢谢共产党 感谢 你们几个把枪刀统计好 放到后边去 快 是 老周 老齐 来 握个手 祝贺我们国共合作 大家第一块根基地 好 你们放开我 放开 是龙上天 是蛇钻草 大爷今天栽在你们这里 老子认倒霉 是杀世寡 尽管招呼 要叫老子投降 除非你们贪奶奶的是菩萨 是阎王 能让老子死去的弟兄们活过来 再乱扔扔 把舌头给搁起来 跪下 你们想杀就杀 老子尚归天地 下只归父母 命死不贵 杀死老子兄弟的人 我说了 要不就把这小子毙了 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黄天龙 你是投降 和我们一起抗战打鬼子 还是继续玩抗 现在就要见阎王 你已经说过了 能让老子死去的弟兄 活过来 老子就想 好 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今天我成全你 拉出去 闭 市场 我求求你 别杀我们大哥 我们大哥对我们兄弟好 是个讲义气的人 兄弟们 说句话呀 别杀我们 是啊 是啊 求求你 帮我们大哥 我们大哥吧 大哥 大哥 大哥是好人 我散演这辈子 有对不起你的 下辈子一定还 大哥 你就想了吧 你们这些鬼孙子 活你们的 老子要活 我就得当你 给人当孙子 老子情也死 拉出去闭了 走 起来 起来 大哥 你们活你们的 大哥 你们活你们的 市长 这个大当家的 这么多人给他求情 看来不是义无事说 要不我跟他说说 如果能转变过来 说不定是一言抗日的冒将 建州 如果你能说服王电龙投降 留下他 我没意见 快去 我对你家中发誓的事情 身表惋惜 野岛司令 实在对不起 我父亲生病在床 我需要留在家中照看 就不能为皇军工作了 江美 你过去 对皇军的错误行为 我可以理解和原谅 你也看到了 天下江城 已归属了我们 我们大人们皇军 也履行了 不伤害百姓的承诺 作为医生 我希望 你能够代替你的父亲 和我们的黑泽医生一起 主持惠民医院的工作 野岛 你要我的医院 我给了你们 你让我的大儿子 去做了汉奸 我也由他而去了 现在 你又让我的女儿 去给你们做走狗 我绝不答应了 爸 江万林 要不是 看在你儿女的份上 就凭你刚才说过的话 我可以抓你进监狱 你最好杀了我 野岛 我实话告诉你 我江万林 早已是狗言残喘 狗且偷生了 要不是怕我的女儿难过 在你统治的江城 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你就是不杀我 我也要一头撞死 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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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梅 你父亲 性格比过去变了许多 变得有血性了 我可不希望他有一天撞死 刚才我向你说过的话 我不想再重复了 但有一点我想让你记住 作为医生 治病救人是你的职责 无论他是中国人 还是日本人 再见 王大大家的 你以为不怕死 就是好汉了 那你说说 你是今天死在这儿 被我们当土匪给毙了之呢 还是你想了我们 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死在抗战的前线上之呢 你好好想想 反正都是死 可结果却大不一样 你今天要是死在这儿 你的兄弟们顶到天了 说你是讲义气的好汉 可老百姓们还是会说 你就是个该死的土匪 可你要是跟了我们打鬼子 死在了抗战前线 但有可能全国的老百姓都会知道 知道你是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而牺牲的抗战英雄 你的家乡 你家乡的人民 会因为出了你这样的英雄 而感到骄傲 还有可能 他们会因为 你的英雄士气 而给你力杯送赞 让你的大名 万古流放 兄弟 你这张嘴太弹娘的厉害了 李卫玲 还不赶紧松忙 好 我说赵景众 你小子这张嘴可真是太厉害了 老子可是服了你了 兄弟 谁能让你给说活了 兄弟 刚才你这些话 真是让我通七俏了 我今后就听你的 当能光宗耀祖 刘芳百世的抗日英雄 好 好 蝴蝶 你回娘家 看看孩子吧 我找妹妹 说点事 好 那我让吴玛把中午饭给你们做好 我在娘家吃了饭就回来 那我走了啊 坐 妹妹 爸爸 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最多 也就是 一两个月的样子 爸 您别这么说 您的病就是慢性胃炎 好 就算是慢性胃炎吧 爸爸想跟你说 你最好马上离开江城 明天就走 我去哪啊 去武汉 去重庆 只要不是日本的战领区 去哪儿都行 爸 我走可以 但你要把病治好 我才放心啊 爸爸的病啊 已经无药可治了 之所以勉强 活到现在 就是不放心你 我就是要亲眼看着你 逃出魔掌 那样 爸爸就是死了 也明目了 爸 我不准您提死 我要您跟我一块走 傻孩子 国都亡了 哪儿有幸福啊 爸 虽然日本人 占领中国金半国土 但也不能断定 我们救亡国了 我相信 只要我们坚定的活着 一定能等到日本鬼子灭亡 我们的部队 打回来的那一天 我们的军队 每天都在节节败退 你的胜利信心 从哪里来的 从赵锦州那儿 是 就是从他们这些 虽然失败 但绝不投降的军人身上 得到了信心 锦州 虽然不是我的女婿了 但一定 是给江城人 长脸的英雄 只要我的女儿 有信心 清清白白地活着 那就好 那就好啊 爸 这 他们真的要请我们吃饭啊 可不是吗 这带枪的 请不带枪的吃饭 这饭可不好吃啊 你们呀 不是我说话难听 是你们心眼的太多了 我都说过 人家是三瓦窑的八支队 现在叫抗日联军 是来救你们的没错吧 是他们请你们吃饭 要说捐钱捐粮食抗战 那 人家说了 也是你自愿的事 这退一步说 你就说我不捐 我就是白眼狼 我一毛不拔 人家也不会动你根喊毛的 那倒也是啊 人家为什么请咱们 咱们都还不清楚呢 是啊 这大土匪怎么会在这啊 是啊 他请我们吃 他怎么在这啊 不会是他 请我们吃饭吧 行 请请 来啦 来 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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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啊 各位老爷啊 我们联军出来跪地 钱粮吃紧了 请不起大家吃大鱼大肉 只能请大家吃豆腐宴 豆腐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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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会儿你们就敞开来吃 几位联军长官 按理说 你们救过我们的命 这饭呢 应该是我们请你们才对 改认我们一定会 回请就不必了 各位老爷们 你们一定认识我齐满堂 以前是江城158师的师长 知道知道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158师和共产党的八支队 联合起来成立了抗日联军 齐心协力 跟小鬼子干 但是现在遇到问题了 实话跟大家说吧 军粮没了 如果按我以前的老脾气 我直接就跟你们争凉了 我们158师和共产党的八支队 联合起来 齐心协力 跟小鬼子干 好 眼下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实话跟大家说吧 军粮没了 如果按我以前的老脾气 我直接就跟你们争凉了 可我现在不一样了 国军和共军 两军合一 成立了抗日联军 我们联军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周大队长 严禁我们 向老百姓强行征量 今天请你们来 不是摆鸿门宴 是希望各位老爷 支持我们联军 让我们从你们手里 打戒条 借军粮 这方法行吗 各位老爷 你们放心 我们借粮呢 一定是有借有还 只要我们摸清敌情以后 过两天到江城 把鬼子的粮食抢出来 借你们多少 一定还你们多少 各位乡神 为了让大家放心 我们还以抗日联军的名义 准备了借条 如果谁的家里有余粮 而且又愿意借给我们 借多少斤 我们都如数地写上 如果家里没有余粮 和不愿意借给我们的 那我们也不勉强 大家吃了饭 就可以回家 各位联军长官 我家中实在没有余粮可以借 是否可以不吃饭 现在就走啊 可以走 钱老板 你尽管放心 我们说话一定算话 这借粮啊 全凭自愿 如果你信不够我们 你现在就请吧 好 那我就走了 你们几个 还有谁要走的 你也可以走 不 我不走了 周队长 给我两千斤粮食的借条 等吃完饭 到我家搬粮食去 好 谢谢 请坐 钱老板 你这是唱的哪一出戏啊 我这是要试一试 联军是不是真的仁义之事啊 我就是要看看 我们不借他们粮食 他们会不会翻脸杀人呢 结果他们让我走了 你们说说 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我们借点粮食给他们 这算什么 来 我撕了 这就是说 这两千斤粮食 白送给联军了 赵队长 你给我写上 借一千斤 粮食的借条 等我们吃完了豆腐业 你们就到我家 去拜粮食去 好啊 不过 我的借条可不撕 我得等着 吃你们从鬼子手里 夺回来的粮食 这就对了 长官 给我写上一千二百斤 我两千斤 我八百斤 长官 我的粮食确实不多了 我捐五百斤 是啊 好好 封老爷 孙老爷 你拿好了 你放心 我一定让你吃上 鬼子的粮食 你少吃点 你看 师祖 咱们和小日本开战以来 可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油大肉多的饱饭了啊 我说 这中和镇黄龙四十块宝地 咱不如干脆把这天沟地方给封了 就在这儿当地死河了 嘿 你小子现在就想在这儿想清楚啊 啊 我还告诉你 吃完这顿饭 明天就让你出沟打管线 明天就打仗 真的假的 当然真的 中和镇的老百姓的粮食 是给康尔的康尔联军吃的 不是给睡觉的卵猪吃的 你见过老子这么说的出啊 行了 粮食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 老周下午要召开军事会议 吃完饭 咱俩合计一下 好 静泽 我的意思是 我们能在战领区 拉起这么一支队伍来不容易 我们不能两眼一抹黑 拼了老板 这出沟打鬼子去 我是觉得 我们得先派出一支侦察兵 进江城了解情况 根据敌情定计划 这我同意 我是让你亲自带领侦察队去江城一趟 你是 想让我去江城把如花给接出来是吧 那也是你小子的媳妇如花 我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如花 你的家人现在也是我的家人 我一样担心 小子 你这次进江城除了了解敌军的情况 还把家人情况弄清楚 家里人要是平安无事 那是最后 我们就可以放手杀鬼子 家人要是有难 我们就必须得把他们救出来 我明白了 我跟你说的意思 你明白就行了 一会儿当着老桌的面 你别提家里的事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共产党 铁石心肠 不讲私 只讲工 市长 你这是对共产党人的偏见 共产党人也是人 他对敌人是不客气 可是对老百姓 对待自己的同志 那比起咱们国军来 可有情有意多了 行了行了 咱不成这个了 他们是人最好 是神更好 海星君 如果我要做一套 敬献给天皇的紫砂狐 是还能不能找到 比赵月亭更好的制作师傅 我也实话跟您说吧 在江城 智乎的师傅很多 只是堪称大师的没有几个 也就剩下赵月亭了 如果我让他做一把关于中日秦善的红 他能做吗 我觉得他应该会吧 回答 回答如此不坚定 就说明他也有可能拒绝 我想他不会去做的 自古以来 凡是有成就者 都是有个性的 否则 这就不可能成事了 根据多年游击战的经验 我同意 刚才景州同志的建议 我们要想在敌战局有效的打击敌人 先决条件就是 我们要充分了解敌人的情况 而让敌人对我们一无所知 所以我觉得 这次侦查任务 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要做到两个必须 第一个必须 我们必须要掌握江城 敌人的兵力部署 军火和粮食储存情况 第二个必须呢 就是我们的侦查战士 一定是最坚强的人民战士 在侦查任务中 一旦出现了情况 要敢于牺牲 至死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暴露我联军的任何军事情况 周队长这两个必须说得非常好 我敢如此艰巨之任务 我敢交给赵景州吧 不是 七长 你也太武断了吧 景州办当然没事了 可是我们这联队里 过硬的侦查兵也有啊 张老头 你别着急 第一 赵景州是土生土长的江城人 对那里的大街小巷非常了解 第二 他有侦查和战斗经验 在松户大战中 他就成了战斗英雄了 再有 他抗战的立场是非常强的 我敢保证 如果出现意外的话 他绝对不会当叛徒 老七你不用说了 有景州同志带队执行这次任务 我完全同意 可是我们还没有征求人家景州同志的意见 让你带队你有意见吗 既然两位领导都觉得这个任务合适 那我当然不能推辞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随我去的侦查员得由我来定 没问题 你准备带多少人 既然是侦查工作 人不宜多 五个就行 哪五个人 张大同 于白零 孙兰芳 黑牛 还有三爷 其他的人 我没有太大意见 可是那个 刚从土匪队伍转过来的三爷 你有把握吗 你能说说 你为什么选他吗 选他 第一是因为 他是刚刚加入我们联军的人 第一个任务就用他 会给新转过来的战士 增加信心 第二呢 三爷这个名字 听说不是白给的 他看到的东西 可以过目不忘 你说的这两个理由完全对 只是 我对他和于白零的立场问题 还有些担心呢 于白零没问题 他虽然贪悲好色 但打起仗来 敢拼命 是个靠得住的好汉 而且在上海 他可是舍命救荆州 要没有他 这小子的命啊 估计就留在上海了 荆州 是这样的吗 的确如此 平时你别看我 经常把他是老兵匹 但我跟他呀 还真是一对好搭档 好 于白零没问题 哎 那个三爷呢 三爷交给我吧 如果在任务中 他有滑边的清晰 我就地毙了他 好 那就交给你 赵队长 这样你放心了吧 哎呀我说赵锦忠 咱俩换换行走行走 那凭什么你带几本货书 就能办教书先生 我就得办苦哈哈的超货 于白零 有点自知之明行不行 你读过书吗 十字吗 一张口就露馅 不是 孙娘子 不是说你啊 你别递着便宜卖乖 我办教书先生办不了 哎 替了光头办和尚总比你像了 哎于白零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这孙兰芳好歹也是个佛教徒啊 哎 两句经文他还是背得出来 你行吗 这我还真背不了 那你还是老老实实给我办口力吧 就是 哎 于大哥 你看看我这龙头 要不咱俩晃晃 你那什么龙头 等等 听点什么声音 哪有声音啊 这一听就是 是汽车 没错 是汽车的声音 而且不止一辆 声音 好像是从北边传过来的 会不会是鬼子从南京正在往江城运居与公司啊 走 看过去 好 看 我踢着日本高药齐的卡车 看这几辆汽车爬的那个费劲儿不是粮食就是军货 造成有这么大的买卖 多带几人出来 行了 别也站了 赶紧执行咱们的任务吧 是啊 吃不到的肉啊 就别垫 吃不到肉 弄点骨头也行啊 一百零 你也不睁眼看看 车上那么多鬼子 咱们就这么几个人 这骨头这么硬你啃得动吗 有啥看不动吗 啥看不动 啥看不动 不会用石头砸烂的吃啊 傻子 越来越聪明了 赵队长 你看 有两卡车在路边停下了 弟兄们 苍天有眼 咱们啃骨头的机会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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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这岑娘的买卖部怎么样 一撑破烂 一挺机枪都没有 是啊 咱们先把尸体弄错 然后把车开走 咱们路上再说 走 走 走 来 停车 是 队长 怎么了 大大他们的车到现在都没有跟过来 我担心他们出事了 赶紧回去看看 是 停车 停车 没错 我记得他们的车就停在这里 是的展官 这是这里 人怎么会不见了 快点到处找找 快点 展官 他们被杀了 那是大岛 这车上 就几箱子弹 几箱日本酒 不可能 车这么重 不可能没别的东西 还有十几桶汽油呢 不过其余的都用不上 这子弹 这子弹咱们倒可以用 这汽油嘛 咱们天沟里又开不了汽车啊 肯定用不上 但也不能留给日本人 简子 一把火烧了 遇到问题 傻了吧 这汽油是燃料 燃料就可以做成燃烧弹 照样是武器 哎 哎 哎 正合适 咱晚上把日本酒给喝了 拿酒瓶可以做燃烧弹 哎 可是咱们带不走啊 通天沟的路 汽车也开不上去 呵呵 沙门兄弟 你他比我还笨呢 汽车开不进去 咱不会一人背一桶 给背进去啊 你真 傻牛啊 你是真聪明 这一桶油两百多斤 你全背回去 我背就背 我一个人还得给我三百斤的呢 行了 现在鬼子丢了人和车 肯定会加强搜索 对我们的侦察任务非常的不利 现在 我们先把油桶藏到树林里去 把车开走 完了以后 再把大部队叫回来 把油桶抬到山上去 好 侦察的事儿 见到市长以后再定吧 动手 嗯 走 吃 吃 简直是奇迟大辱 天皇战士给冷兵器 悄无声息地给杀了 一辆那么大的卡车 就这样人间更放 古村长官 好儿为自己的失职 承受 最严厉的惩罚 好儿愿意 好风邪罪 嗯 好儿 站起来 你听着 你的命不属于自己 属于天皇陛下 留着你的命 去戴罪立功吧 行行动作 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 管吧 是 向前 江九重 嗯 你怎么在这儿 啊 是我让你哥哥过来陪我下班棋 怎么 南京物资运来了吗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说 报告约导司令 一辆满载汽油的军用卡车 在乌龙山一带神秘失踪 随车的齐名天皇战士 被冷兵器所杀 吃身裸体 抛尸皇爷 放开 混蛋 僵持的国军 三马辽的共军 不是全被消灭了吧 怎么又活过来了 江海兴 我问你 在江城 还有什么组织与我们作对 你倒死了 据我了解的 江城黑白两道 还没有哪个组织 敢跟您作对 卧龙山中 是否存在着土匪队伍 或者其他的组织 卧龙山一向是 地广人稀 这个地方历史上 从没出过匪患 如果真有土匪出现的话 我想 是刚流窜出来的 江局长 作为江城的警察局长 你现在立刻去 卧龙山了解情况 如果真的有 流窜出来的武装力 要在他们未战了之前 立即清楚 是 我们唱个歌啊 好 好 上 上 上 鬼子们你投下来去 这个大伙子从我们 抗战的一天来都了 抗战的一天来都了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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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齐啊 你看把战士们高兴的 这把小子 喝了点酒就没把子 我叫他们闭嘴 大头 走 走 走 这好不容易打回胜场 你让战士们痛痛快快地出出心中这口气 景州说得对 就让战士们心情痛快吧 对 老齐 来 景州 真是太乱意了 以后谁要再说共产党没人味 从我这就过不去 来 来 为了我们联军能够很好的团结在一起 齐心协力 并肩战斗 直到把日寇赶出中国 来 干杯 嗯 干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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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小鬼子的酒啊 还真赶不上咱们老乡自酿的糯米酒 这要不是战利品我才不喝 哎 不对啊 你得喝呀 你不喝啊 景州这瓶子空不了啊 他做不了汽油弹 哦 哈哈 那你喝 哎 秦州啊 这次你们侦察小队能够缴获敌人的一汽车的汽油 还有这酒 子弹 我很高兴啊 但是我也担心 你们这次在我们驻地附近贸然行动 会招来鬼子对我们的围剿啊 我想 我们恐怕应该迅速转移驻地了 抱歉 老周啊 游击战的战术 打一枪换个地方 我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具体情况一定要具体分析 假设我们这个地方不是天沟地缝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防止鬼子包饺子 我们连夜地挪握 但是老天保佑我们 哎 这个地方只要一把枪千军万马 我都给他杀回去 还怕小鬼子围剿我们 他来多少 我干他多少 周队长 这点上你是谨慎过度了 这卧龙山绵延百里 黄龙寺有天沟地缝 作为天然屏障 这儿就是我们作为根据地最佳的地方 所以我们市长说得对 咱们不用挪地方 在这里咱们有资本 跟他们打持久战 清朝 老齐 嗯 那你们的意思 就是我们不主动地出击鬼子 把我们和鬼子的开战的战场 就放在这儿 嘿嘿嘿嘿 不是 周队长 我的意思是 这儿呢 是我们坚守之地 守住这儿 我们就有了进口宫 退口守的大后方 那我们出天沟 洗击江城之地 不断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这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好 来 咱们喝酒 来来来来来 来 说得好 爸 您回来了 妹妹 妹妹 嫂子 喂 怎么了 妹妹 我听说 昨天中午 六个鬼子被杀死在窝龙山了 这是谁说的 当然是听你当汉奸的大哥说的 那 那他还说什么呢 他说 沃龙山已经有了抗日游击队 弄不好啊 赵景州就在沃龙山呢 那这些日本人知道吗 我问过他了 他说他披着汉奸皮 但不是真汉奸 他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鬼子弟弟 他只是说 沃龙山有流窜的土匪 说那六个鬼子兵啊 是被流窜的土匪杀死的 沃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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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味不浏洗 我翻评得眼泪 尜 唯霜 唯霜 yani 唯霜 怎么了 wasting 放开 住手 住手 他们都是些孩子 你们为什么要杀了他们 这就是你们建立的王道乐土吗 你们也太残忍了 正是要建立王道乐土 才要对破坏这项计划的抵抗分子 绝不熟了 行啊 顾川军修 我也是抵抗分子 你也把我杀了吧 你们先过去 妹妹 我希望你认清刑事 赶紧接受野岛司令给你安排的新工作 与皇军为敌没有好处 你干什么去 我要去看景州的家人 赵景州多半已经死了 他的家人跟你还有什么关系 就算他死了我也要去 不像你那么冷血 妹妹 你得跟我赌气 我奉劝你不要去 去了你也见不到他们 为什么 你把他们怎么了 你跟我走吧 我有空告诉你 今天咱们好好谈谈家事国事 我要让你明白 中华民国统治下的江城已不复存在了 现在的江城是天皇光照下的江城 顺应天皇者就是天堂 对于抵抗者只能是地狱 你明白吗 我杀了这些门鬼子 我杀了这些门鬼子 你这个疯子 你们真看不住他 这是他大喊大叫的话 我就杀了他 别疯了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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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求求你 帮我通报颜岛司令 获得将军粮好吗 你有什么事 我妹妹她疯了 她需要药物治疗 另外呢 我们已经没有粮食了 如果再把我们困在这破屋子里 不给我们自由 不让我们出去借粮食的话 那我们一家老小 就得饿死在这破屋子里头了 琼璇 不要求他们 饿死了倒也好 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爹呀 爹呀 我们这些大人 要活着是没什么指望了 饿死就饿死了吧 可是你得想想 你那两个孙子呀 是不是啊 孩子别哭了 乖 马上就有东西吃了 如花 如花 你干什么 我们全家不能活活飞饿死 他们不让我出去买粮 我就出去把他们给杀了 我们全家都跑出去 跑出去 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全城都是日本人 我们一家老的老 小的小 就是想跑也跑不出去呀 赵叔 我给你们送粮出来了 如花 你快把枪收起来 那个大汉奸来了 快 赵叔 赵叔 把粮食放这儿 回来 这人是谁呀 给你们送粮食来了 清全 你呀 赶紧叫嫂子 给孩子们做点饭 我想他们一定是饿了 大宝他妈 快做饭去 来来来来 有什么话赶紧做饭 就直说吧 这个野岛司令 对我家如此照顾 想必是 有什么求得着我的事吧 是这样 这些日子呢 你没少受苦 我想 你应该想明白了 到了这半年纪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赵家的家产都归了日军了 我抗战的儿子 生死在外 从我这儿 找不到什么借口 野岛司令 能看上我的 无非是 我是做活的手艺 你说吧 他要一把什么样的壶 做什么壶 我看这样 你呢 给我去见一见他 让他亲自跟你说 好 那就等着吧 等我吃完饭再走 行 古辰 今天 跟你妹妹谈得怎么样了 她还和你父亲一样偏执吗 哦 按照舅舅的意思 我带她去参观了我们改造的医院 学校 福利院 还有监狱 她有所出动 嗯 有什么出动 她觉得我们 不光是屠杀抵抗者的机器 还可以做些善事 不过她现在认为 还是收买人心的虚假善事 虚假善事 也是善事 古川 改造你妹妹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嗨 哎 看看 我做的这把壶怎么样 啊 舅舅 我不太懂 我看 还蛮不错的嘛 嗯 嗯 舅舅 那我先下去了 嗯 我先走了 赵老先生 欢迎欢迎 看 我做的这把壶怎么样 哦 就这把壶 嗯 那你是想听真话 还是假话 没关系 直说 哼 哎呀 这把壶啊 造型很特别 恐怕这世界上 再没有第二个人 能造出这样的壶了 哼哼 哈哈哈哈 明白了 这倒是 请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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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师 我请你来的目的 将军长 已经跟你说了吧 嗯 你想要一把什么样的壶 就吩咐吧 我听说 你做的防蛊壶 非常好 我很喜欢 一道司令 是要防公春壶 还是要 防石大宾 陈明远的壶 哼 这些壶 我都喜欢 哦 那 你想要什么样的款式呢 要提梁壶 还是南瓜壶 六方壶 哼 不不不 什么样的款式 我不在乎 但他一定要有一个 不可缺少的内涵 什么内涵 争议 秦善 爹 你回来了 快吃 来 快吃 家里哪儿来的肉啊 啊 这是海星带过来的 爹 您也吃一块吧 我不吃 给孩子们吃吧 不是 他们有 你吃 嗯 嗯 对了 爹 那个 野岛 他叫你去 是要你 做什么活啊 这不管你的事 你不要管了 他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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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真的是 你知道嗎 我要你做的終日秦善服 就是作為金獻天皇的生日禮物 所以 你無必要用心 精細設計 我希望 在死戶上 飄揚著日本國旗 覆蓋在中國的版圖上 在你設計的死戶上 我要讓我們的記者 全程拍攝下來 一座終日建設的領物 我要讓你成為終日楷模的代表 讓大師名揚中外 這到底是名揚中外 還是臭命萬陽 在死戶上 尊敬 是 如果我會不會 或許 要營造 而把龍 把龍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